谁能记得我 谁又能了解 现在上场的这三名队员都是1米90以上 加莫娃2米01 主顾11号 12号主力二船格拉切娃 坚硬二船14号普罗迪尼科娃 普罗迪尼科娃的身高是1米86 格拉切娃是1米80 8号阿塔蒙多娃 斯队还是在4号位调整 再一次战胜中国那场比赛来说 中文队今天开局气势打得不错 今天一上来 陈忠和主教练先把杨浩放在1号位发球的位置上 中文队的4号位强攻也被对手拦住了 还在第一 中文队也不落一下 这个背负娃可能会在轮次上到一下 并从现在比赛 原来被黑 加莫娃没有拦住 都打得不错 好球 好球 张静接起了加莫娃在2号位的长线强钩 反击周思红将就扣在了进位 罗斯队这个配合稍微有一度 今天在比赛开始的这一段时间 中国队这七分当中 从接的对方周思红上来之后打了很多 打手以后出界七平个人的战术掩护 好球 这个球冯昆传得非常盼烂 在这种调整成功的情况下 开局中国队的首先是一传内有保重 然后在自己的战术上就打得很灵活 在那场比赛当中 应该说中国队从这个发球入手 我们拼发球 这样破坏了俄罗斯队的这个遗传的稳定性 所以逼着他也要打这种调整以后的进攻 这样我们在争取一段 你看这个前交叉被交叉呀 个人的战术 其实像刚才你介绍我们四号位不是一位强攻 这样呢 使俄罗斯队在防守当中 他要动起来去拦我们的球 今天这个中国队在先打二三号位 先制好球 特别今天第一局开局这个龙 切特勤科今天扣中了第一个球 50以上 而且移动当中啊 这个一下把这个篮网的位置给拉开了 好像有效的 有效的 这球被对方 这是一个调整成功 那就很难了 然后后排进攻 对方把这球直接电回来 二次球 今天中国队 我觉得对加莫娃这个篮网还是注意了 能够把他篮死 只要造成有效篮网 起跳的时机上注意稍微慢一点 能够把他这个球撑起来一下 这时候电子稍微有点冲网 又是一掉 后排好球 再来 这时候这个后排没能够起来 加莫娃在四号位 势大力全的扣球 阿塔莫娃 阿塔莫娃 这辆俄网的防守做得不错 阿塔莫娃的扣球下网 支点还是两个主攻 最后我们打起来 我觉得好像就不太一样 这情况下他采用三个人来往 让你很难能够突破 另外一个刚才介绍 从俄罗斯队相比较 我们不占优势 今天后排防守应该说还是不错 这球扣球出了界外 这可能应该是周苏红 这方的两个主攻在扣球的时候 后排注意到 就是主要的任务 主要防守的任务 上面不要太死 要随时注意 对方的打掉结合和这个移动 去保护这个空档 所以今天防守不想求 今天应该说 后排气球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要做好准备 打多拍 多个回合 因为俄罗斯队 他这个网上确实很有实力 对他的应变能力很强 毕竟这是一支 在奥赢会上 获得了这个银牌的球队 他这个队员也都是当打之年 所以他马上发掘到 今天中国的应变能力 好球 对方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除了加冒娃这一点呢 我们来说的比较劲力 我们对对方的这个 拦比期的时候呢 低分太快 一下子给人感觉乱了更加 因为你这个每球 多分就一下子差了三十分呢 最后就会起两分 而且这两分输的当中呢 我们有发球失误 特别是有一次这个张进呢 应该说这局张进打得非常出色 大家有目不顾 这还不晓得没有发过去 为了加冒发球攻击性 所以这种有失误 因为在今天这场比赛 张进他的进攻 刚才有一个面对这场三个 五三个 对方的这场比赛 现在我们继续 我们从特殊的节奏 你看这个球场变一个小鞋形 这一米不那么高 这个就这么两种 这一根肢肉 能够变成年轻的人 就是想让他每场 都发布出三年纳的时候 有一点的影响 联系贝莱啊 或者这个客的服务 那地方来往 有些地方有影响 这时候切的情侣 这个老老的判断 我觉得明天是不是有点问题 其实像您刚才分析的 杨昊这一辆手感不太好 我觉得二船可能就不是给他 肯定是给其他的人打 但是切的情侣还是想出 比较好一点 如果他全队都打开了 三个进攻点 九号切的情侣和两个主攻 全都得分很容易 因为一般的能力 这个部队经济 很严重 然后这个更应该发力 这个把这篮管的部队 比较成组的行 比较一下子把这封锁了 现在邱凯木 十四号切了发球 他上的第一个跳 他怎么擦完呢 可是明天的发球实现很低 那个走娃里防守不错 我终于在组织方法 当然我今天是要 他要想办法要避开 江沐瓦那篮 我俄罗斯的视频了 因为这个 我说欠击那么一点 那你这次 把这机会离开 我注意一下 因为他的防守 准备有什么 他下桌得分率 直接得分 他在组织方法 也不算 非常好 他想办法的 他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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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变化就行了 一对一 也是比较容易 一对一很难行 所以今天我觉得 变成周知诚 有点变化不错 张静 今天两个主攻 都放在这边下 马卡木奥娃 在进入状态 可能我们两场 可能更难一些 主要是张静 张静 有一些不同 打的手 打你的手 叫做打手出剑 所以我说明 今天 虽然张静 比较高 张静再来 不错 有点劲 后台 接一会 张静打的 不是很理想 但我觉得 通过这段的比赛 通过这段的 这个场上的 这个断练 我觉得还是很有进步 原来 给我们感觉 张静有身高 然后技术上 比较 推回来的 然后差点是弱过 这个 无法定 是 你一眼反应 非常快 好 我们不能攻 这也是个问题 嗯 你不能攻 只有通攻过去 最后这种大赛吧 最后的一个是积累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在集训时期 而且一不一会延续下来 都能够在比赛当中比较稳定了 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我觉得这个事 因为我们原来就讲 赵伟伟可能在林匙 避开招牌 可能就是我们也比较顺手 这个在比赛当中就变成 对方都有点疲借 所以你再调党的 对方也能调党 像是卡尔伯伟也要打家吧 那你一篮往手 精可能不是特别好 也有缺点 我一打一打 所以你比较我 又发来就算是挺难的 今天杨昊又发 现在的轨迹不是很软件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发现 我觉得还是跳 杨昊远 时间差 打开对方一下 对方很高啊 手伸起来 常有能量 三个球是很好 但中央队在篮榜的时候 把球篮中的界外放大球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现在中国队是以5比0领先 二号的一个轻掉 中央队打得比较巧 你用二号的一个轻掉 回后来发球权 二号李彦发球 一大力的调点二号的 利用二号的进攻 都会了发球权 刚才中国队在四号位 破组的时候 是打到了标志杆上 让意大利对利用中国队的失误呢 先得了一分 得了第一分 现在比赛打成了一比五 放大球 十号王子林发球 中央队还调整 四号位 11号星夜在四号位的客球 刚才这球出界了 二八球 一比五 二十号王子林发球 一大力队刚才客球得了一分 二比五 二门进行的 九七世界女孩系列大展赛 二门进行的九七世界女孩系列大展赛 二门进行的九七世界女孩系列大展赛 七比二 七比二 那中国队在这一比大队车没准了 另一八球就已经得了两分 一大力队在三号位的 这个队在三号位的 这个队在南往南不去 这一个队在三号位队在三号位的四号位 以后得错的发击拳 现在底线是7比2 拉开到4号的意大利打球打过 中国的后排又轻掉 刚才以后的打击球以后 我们的意大利在后面 不会能够把意大利选进来 现在底线是8比2 还是春夜发球 中国队打击球 就起来 然后是电话网 意大利队组织成功 一个轻掉 这个球掉长了 中国队当时两三名队员都准备 跳起来蓝往蓝对方的重快 这个意大利队队员打得很聪明 一个轻掉 所以多块的排球权 现在比分是2比8 那么这个后排进行 意大利队后排把球防御起来 也是后排轻掉 连续几次变连续 双方都在后排 现在这个排球运动的发展 你几这个 技术动作那边 但是男主的发展 刚才排球运动的 大家也都看出了 连续几次变运动的 双方都在后排完成的 中国队7号 核齐发球现在比分还是8比2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中国队出往了 放大球 在排球比赛当中 它包含很多项技术 像发球 接发球 篮网 还有一些串联的技术 所以要求运动员 要把这些动作 很好地躺一起来 然后在比赛当中 还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权利 现在中国队 又夺回了发球权 比分的还是8比2 意大利的在后排进攻 中国队没有拦住 放大球 在后排进攻 它由于离网比较远 所以 是蓝网的队员不容易判断 具有隐蔽性 但是这个技术动作 对女女来说 难度不大 我们的短平快球 打比2以后 双方已经多次交换 踏球权都没有得分 意大利就是打球打到后排 中共的后排队员 没有能够把他垫起来 由于排球呢 它是要有发球权以后的 这次进攻呢 才能够得分 所以在接发球 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 一攻当中的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时间 由于双方的 一攻掌握的都不错 所以比分的都没有涨 刚才中国队失误 意大利对得了一分 三比八 这边有别人喝开谢谢